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安排你做事务工作 你觉得这个本分出不了头 露不了脸 也得不到人的高看 心里就抵触 不愿意配合 不知近来情形是否扭转 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形 后来借着读神的话 我才对自己追求名誉地位的败坏性情 有了点认识 也扭转了对待本分的错谬观点 能用心去尽本分了 这次写信想和你唠唠我的经历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帮助 2021年10月 我刚开始做带领 每天忙完工作 即使再晚 我也会读神的话 心想 只要我明白真理多了 遇到的问题都能解决 弟兄姊妹看到我有真理实际 肯定会高看我的 半年后 因着我素质差 加上连绵地位心重 尽本分常常受败坏性情的挟制 达不到好的果效 被撤换了 带领根据我的特长 安排我帮弟兄姊妹处理电脑问题 当时我流露的情形和你一样 心想 这就是一项幕后工作 是出力干活的 做得再多也没人知道 借着读神的话 我也认识到 本分调整 有神的心意 应该顺服接受 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想 尽事务本分没什么发展前途 做得再好也得不到人的高看 不如尽带领本分 地位高 连绵风光 虽然我也在尽着本分 但心里总提不起劲来 尤其听说 新人周婷姊妹有长进 被选为带领时 我心里就很难受 虽说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一些 但比新人还是好一些吧 新人都尽带领本分了 怎么就安排我做事务工作呢 这样弟兄姊妹怎么看我 一天带领聚会 我在另一个房间 帮着处理电脑问题 听到带领交通培养人的事 说有的人信神没几年 但素质好比较追求 有培养价值 有的人信神多年 没啥长进 素质也差 就没有培养价值了 听到这 我感到很扎心 心想 我不就属于 没有培养价值的这类人吗 看来我只能做些事务性工作 也没什么出头露脸的机会了 过了一会儿 带领就把门给关上了 这时我更难受了 之前做带领的时候 上层带领也给我们聚会交通 我也是被培养的对象 可现在呢 自己只是过来处理电脑问题的 也就是个处理干活的 又想到 来聚会的几个教会带领都认识我 他们若知道 我现在性的本分 得怎么看我呀 我越想越难受 处理完电脑问题 要给他们说怎么使用的时候 我一点也不想过去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打杂的 和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在屋里徘徊了很久 才勉强过去和他们说了 回去后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觉得我做得再好 也没人知道 也得不到人的高看 下这么大功夫干啥 能干多少 干多少吧 之后 我尽本分 也不用心了 弟兄姊妹问我问题 我也不认真揣摩回复 不总结其中的问题偏差 在学习技术方面 也不上心 不想下功夫 不想下功夫去研究 只满足于把自己手里的活干完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因着我对待本分 没有负担 晚上早早就开始犯困 影响了工作的效率 后来 我意识到自己的情形不对 我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认识自己的问题 寻求中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本分是怎么产生的 从大的方面说 是因着神拯救人类的 经营工作而产生的 从小的方面说 就是神的经营工作 在人中间开展的同时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这些工作需要人来配合 需要人来完成 这样就产生了人的责任 人的使命 这个责任与使命 就是神赐给人的本分 不管尽什么本分 别分高低贵贱 你如果说 这虽然是神给的托付 是神家的工作 但是做这个工作 有点让人小瞧啊 露脸的活 都让别人干了 不露脸的 背后出力气的活 让我干 这也不公平啊 我不尽这本分 我该尽的本分 必须得是人前露脸 人后还得留名的 就算不留名 不露脸 我也得得力 肉体还得安逸 这个态度行不行 挑肥减受 这不是从神领受 这是凭自己的喜好选择 这不是接受本分 这是拒绝本分 是背逆神的表现 这里面有个人喜好 个人意愿掺杂 你考虑自己的利益 脸面等方方面面 你对待本分 就不是顺服的态度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不管尽什么本分 都是神给人的使命和责任 没有哪个本分高 哪个本分低的说法 如果把本分分高低贵贱 只想尽露脸的本分 其他本分就不想尽 这是拒绝本分 对神没有真实的顺服 结合神的话反省自己 我对待本分也是凭喜好 总想尽露脸的本分 想想我做带领时 为了让上层带领器重 让弟兄姊妹高看 我没少下功夫 尽本分也特别有劲 可尽事务本分时 我就觉得自己只是出力干活的 也没什么分量 尽这样的本分低人意等 出不了头也露不了脸 尽本分就没劲了 特别听到带领说 有的信神多年的人 素质差 长精慢 没有培养价值 我就觉得自己连新人都不如 只能做一些事务工作 心里就特别消沉 尽本分也提不起劲来 该我做的我也不用心 给本分带来了一些亏损 想想 本分是神给人的一份责任 不管是露脸的 还是不露脸的 我都应该从神领受 接受顺服下来 把我该尽的责任尽到 可我 因脸面受损 地位心得不到满足 就开始抵触 讲理 消极代工 本分中出现的问题 我也不下功夫 去琢磨解决 需要学习的技术 我也不研究学习 有些问题 我不能独立解决 给佩搭的弟兄姊妹 也增加了工作量 我的名誉地位心太重了 考虑的都是自己的 虚荣脸面 个人利益 甚至不惜耽误 教会的工作 看到我对待调整本分 没有顺服的态度 一点良心理智都没有 后来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地位与名誉 对狄基督来说 并不是一种额外的要求 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它属于狄基督本性里的东西 是它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 是先天就有的 不是有它也行 没有也行 狄基督的态度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名誉地位 与它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状态 每天的追求 都息息相关 对于狄基督来说 地位与名誉 是它的生命 它无论怎样活着 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它的追求是什么 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都是围绕有好的名誉 高的地位 这个宗旨是不变的 这是它永远放不下的东西 这就是狄基督的本来面目 也是它的实质 即使把它放在深山老林里 它也不会放下对名誉地位的追求 把它放在任何一个人群中间 它心里挂念的还是名誉与地位 狄基督这类人虽然也信神 但是他们把追求名誉地位 与信神化为等号 放在平等地位 就是说 他们在走信神道路的同时 也在追求着名誉与地位 可以说 在狄基督的心目中 信神追求真理 就是追求名誉地位 追求名誉地位 也是追求真理 得着了名誉与地位 就是得着真理 得着生命了 如果他们觉得 没有得到什么名利地位 没有人仰望高看追随他们 那他们就很失落 就认为信神没什么意思 也没有什么价值 他们心里就感觉 这样信神是不是很失败 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他们常常在心里盘算这些事 盘算怎么能够在神家 占有一席之地 怎么能够在教会中 有高的名望 说话有人听 做事有人捧 到哪儿都有人追随 在教会中有话语权 有名 有利 有地位 他们心里特别注重这些东西 这就是这类人的追求 他们为什么总注重这些东西呢 难道他们读了神的话 听了讲道 心里对这些事就没有认识分辨吗 难道神的话真理 就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 与思想观点吗 绝对不是 问题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 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喜爱真理 心里厌烦真理 所以狄基督丝毫不接受真理 这是他们的本性实质决定的 神的话揭示了 狄基督这类人 把名誉地位当作生命 不管尽什么本分 在什么人群中 所思所想 都是为了名誉地位 得不到人的高看仰望 就觉得活得没有价值 反省自己追求的 不是和狄基督一样吗 从小我就受 人活脸面 树活皮 人过流民 厌过流生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些撒旦毒素的影响 把追求名誉地位 当作人生目标 无论做什么事 都想得到人的高看 上学时 我就羡慕那些 当官的有名望的人 认为他们走到哪儿 都能得到人的高看 成为这样的人 获得才有价值 于是我就努力学习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将来有个好工作 能得到人的高看 信神后 我的追求观点还是这样 经带领本分时 工作再忙 我也读神的话 就想多装备真理 解决弟兄姊妹的问题 好得到人的高看 聚会时 我总琢磨 怎么交通 能不让弟兄姊妹小瞧 因我存心不对 情形不好 影响聚会的果效 尽事物本分了 我还是走之前的老路 就因我怕被人小瞧 给带领处理完电脑问题 就连跟人家说一声 这么简单的事 都不敢面对 心里很压抑 之后我进本分很被动 导致工作也受到影响 看到我无论进哪个本分 所思所想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 走的不就是 狄基督道路吗 明明自己什么都不是 没有什么真理实际 素质也差 败坏性情还挺严重 还不老老实实地 尽本分 处处考虑自己的脸面地位 得不到了就消极难受 尽本分也没劲了 名誉地位 真是把我捆绑得结结实实 支配着我每一天的生活 让我无论做什么 都想得到人的高看赞成 这样活着 真是太痛苦了 神给我尽本分的机会 是让我在尽本分中 追求真理 达到性情变化 可我呢 不脚踏实地的尽本分 不好好在追求真理上下功夫 总追求名誉地位 想让人高看 失去脸面地位了 就拿本分撒起 尽本分不负责任 我这是在背逆身 抵挡神啊 现在我才看清楚 名誉地位心不解决 太危险了 一旦触及自己的名誉地位 就会抵触埋怨 尽本分消极被动 给工作带来亏损 如果我再这样 顽固地追求下去 最终只能被神 延期淘汰 诺依 你知道吗 认识到这些的时候 我感到后怕 我不能再继续沿着 错误的道路追求下去了 得好好珍惜 神给我尽本分的机会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对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 有了一点认识 全能神说 如果你认为自己素质很差 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不具备领受真理的能力 那你千万别放纵自己的野心欲望 别琢磨怎么追求 在教会里当官做带领 带领不是那么好当的 如果你不是诚实人 不是喜爱真理的人 一旦做了带领 你不是敌基督 也是假带领 如果你对教会工作有负担 想参与教会工作 这是好事 但要反省自己 是否明白真理 是否能交通真理解决问题 能不能真实顺服神的做工 能不能按工作安排 做好教会工作 如果这几条能达到 就可以参选带领工人 我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人起码得有自知之明 先看看自己会不会分辨人 能否明白真理按原则办事 如果这些要求能达到 就适合做带领工人了 如果你自己衡量不出来 可以问问周围 跟你熟悉知心的人 如果大家说你的素质 够不上做带领的条件 你把自己现在的 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 那你就赶紧认识自己 你素质差 就别总想做带领了 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脚踏实地地 尽好自己的本分 求个心安理得 这也不错 如果你能做带领 你真有那个素质才干 有工作能力 也有负担 神家正缺少这样的人才 肯定提拔培养你 但什么事都有神的时候 你有这份愿望 想被提拔 这不是野心 但你得具备做带领的素质条件 你如果素质差 还总想做带领 总想担点重担 总想负责全面工作 总想出头露面 我告诉你 这是野心 有野心能带来祸患 要防备野心 人都有上进心 都愿意往真理上购 这没有问题 有些人有素质 具备做带领的条件 能往真理上购 这是好事 有些人不具备素质 就应该守住自己的本分 把眼前该尽的本分尽好 做得合乎原则 合乎神家要求 这对他来说 更好 更安全 更现实 诺依 你看完这段神的话 是不是也有了一些收获 我从这段话中明白了 一个有素质 有工作能力 具备做带领条件的人 神家肯定会提拔培养 如果一个人素质比较差 不具备做带领的条件 即使做了带领 也做不了实际工作 势必给教会工作 带来亏损 我总认为 尽带领本分 能得到人的高看 就没反省自己 到底具不具备 做带领的条件 想到我做带领的条件 想到我做带领那段时间 对兄姊妹 静本分中存在的问题 我也看不透 解决不了 另外 事情一多 我就扒拉不开 很多工作 坚固不过来 就连自己 主要负责的工作 都没做好 而且 我地位心重 尽本分时 不注重寻求真理原则 总想着 怎么交通 能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 心根本 没法投入到本分中 尽本分 也没有果效 通过一段时间操练 上层带领根据原则 调整我的本分 这样做 对教会工作有利 对我 也是个保守 现在 我进的本分 设计一些业务知识 这些技术 我能学会 在本分上 能发挥一些作用 这个本分 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就如神的话说 有些人有素质 具备做带领的条件 能往真理上够 这是好事 有些人不具备素质 就应该守住自己的本分 把眼前该尽的本分尽好 做得合乎原则 合乎神家要求 这对他来说 更好 更安全 更现实 是啊 具备做带领条件的人 神家提拔培养 对其是好事 能得到更多的操练机会 进入各方面的真理原则 用自己的实际精力 去帮助弟兄姊妹 这对教会工作来说 是好事 不具备做带领条件的人 就踏踏实实地 把自己能尽的本分尽好 也能进入一些真理实际 最后也能蒙拯救 认识到这儿 我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一些 神摆设这样的环境 显明我 是为了让我 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找好自己的位置 能踏踏实实地尽本分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我该有的理智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在真理面前 大家都是平等的 被提拔培养的人 也不比别人强多少 经历神做工的时间 都差不多 没被提拔培养的人 也应该在尽本分中 追求真理 没有任何人能剥夺人 追求真理的权利 有的人比较追求 有点素质 就被提拔培养了 这是神家工作的需要 那神家提拔使用人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原则 因着各类人的素质不同 人性品质不同 各人所选择的道路 也不一样 这样就导致 人信神的结果 也就不一样了 追求真理的人 就达到蒙拯救了 成为国度子民 那些丝毫不接受真理的 尽本分没有中心的 就被淘汰了 神家培养人使用人 都是根据人 是否追求真理 能否忠心尽本分来决定的 那在神家 各类人有没有等级的区别 各类人在身份 身价 地位 名分上 暂时没有等级之分 起码在神做工拯救人 带领人期间 各类人的等级 身份 身价 地位 没有区别 只是工作分工不同 只是本分的角色不同而已 当然 在这个期间 有的人被破格提拔培养 做一些特殊的工作 而有些人 因为素质问题 或者家庭环境 等各方面原因 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但是 没有得到这样机会的人 难道神就不拯救了吗 不是 难道这些人的身价 身份 就比别人低一等了吗 也不是 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人都有机会追求真理 得着真理 神对待每一个人 都是公平合理的 通过读神的话 我认识到 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神家是根据 每个人的素质 人品 是否追求真理 来培养人 被提拔培养的人 和其他人 没有等级上的区别 只是 每个人的分工不同罢了 而我认为 尽带领本分 地位高 向领导 尽事物本分 地位低 是个打杂的 我这是用 世人的观点 来衡量神家的本分 这根本 不符合神的话 神的话 扭转了我的错谬观点 在神家 不管尽什么本分 神供应给人的真理 是一样的 神给人操练的机会 是一样的 神不看人尽什么本分 而是看人 追不追求真理 即使人素质差 只要心对 能顺服神的安排 明白多少 就实行多少 神也开启带领 想到和我佩戴的海伦姊妹 她素质不是太好 但在本分上有负担 需要学习的技术 她都能及时学习 安排她去哪里解决问题 都能顺服接受 她尽本分 也有果效 神的性情是公义的 神不偏待哪个人 只要用心追求 不管尽什么本分 都能得着真理 认识到这些以后 我心里敞亮了很多 知道了自己尽本分 该注重在 追求真理上下功夫 不要在乎地位高地 诺一 我现在尽事物本分 能顺服下来了 也学到了一些功课 之前我消极代工 没有负担 也不下功夫揣摩 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现在好多了 我能注重发现 本分中的偏差 也能主动解决 这些问题了 之前我学习技术 也不积极 复杂一点的 也不下功夫去研究 现在本分上 需要学习的技术 我也愿意学习 虽然会遇到一些难处 但不像之前那样 凭着败坏性情对待 借着祷告依靠神 学会了很多技术 之前帮弟兄姊妹 解决电脑问题 只当做一个事去干 现在我就有意识地 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 进本分中流露 败坏性情时 就能找神的话 解决自己的问题 扭转不对的情形 看到新人 进带领本分时 我心里也不波动了 能正确对待 坦然面对了 我体会到 进本分有一颗诚实的心 太重要了 不管进什么本分 有一颗单纯顺服的心 尽所能地去做 就能获得神的开启带领 在本分中 也会有很多收获 诺依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有了一些 实行路途呢 好了 就先落到这里吧 希望这次的交流 能对你有所帮助 早日走出消极情形 用诚实的心 对待神给我们的本分 不辜负 神在我们身上 所付出的心血代价 你有什么收获认识 也可以来信分享 你的好友于勋 这封信读完了 姊妹的经历 也让我明白了 本分没有高低之分 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尽什么本分 只要追求真理 用心去做 都会有许多收获 这就是神的恩待祝福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